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案例就涉及的非常少 一级建造师只有在2009年 当时考了一下水泥混凝土道路的切缝 二级建造师到了2020年是考了一次 当然了二级建造师这次考试 考的水泥混凝土道路分值比较高 一级当时考的就是一问分值比较低 后期不排除水泥混凝土道路 继续以阿力提形式出现 因为历清考的太多了 都考烂了 有可能考点轮换 出现了这个水泥混凝土道路的这种考点 不过选择题呢 这块倒是出过几次 先看一下第一部分内容 就是混凝土配合笔的设计搅拌运输 真正的如果考了这些都不是考点 因为真正要是考试无外乎 还是考到它织膜 胶筑 切缝 养护 是这些内容 这些呢基本上就是选择题考点 第一个他介绍混凝土配合笔设计 这个是在15年当时考试是考到的 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混凝土配合笔设计 混凝土配合笔设计在兼顾经济性的同时 应满足抗弯强度 工作性 耐久性 三项指标 这是后期还能够考到 因为什么呢 毕竟是考的时间比较久了 好多年前了 后边啊 这里边介绍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严寒地区混凝土抗动等级 不宜小于F250 寒冷地区呢 不宜小于F200 这里边啊 我们要知道混凝土里边 这个F是什么意思 F呢 是反复动容次数 这个文字啊 拼音字头 反复动容的次数 那么你注意啊 说 它呢 F250就是反复动容次数呢 哎 250次 啊 如果200呢 就是反复动容呢 200次 这是一个体现它啊 抗动的一个等级 当然了 我们混凝土里边 什么比如抗压的是C啊 C30啊 C40啊 呃 还有呢 抗肾 抗肾呢 是P啊 这些呢 在安利提的时候 有的时候它出现 不是在考你 但是呢 作为一些常识 咱们要了解一下 搅拌啊 这里边啊 关于混凝土的拌合 我们在2021年教材进行了大量的删减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那些呢 本身就意义不大 现在呢 一直强调 我们都是用双品混凝土 至于怎么办合这里边 呃 很多的内容啊 它跟我们现场越来越远了 所以说你不要去管它 就像我们钢筋在用 这钢筋怎么生产出来的 你说你用有必要去了解吗 真的没必要 所以说啊 呃 在这里边 它只是保留了一部分内容 呃 首先搅拌的时候呢 它说搅拌设备应优先选用 间歇式的办合设备 哎 这句话咱们能够明白 呃 前面其实提到过啊 什么是间歇式的 什么是连续式的啊 还应该记得前面我们说了啊 有那个两个浮料瓶不同的那个液体 然后呢 要给形成一个混合液 一种呢 就是连续进料啊 那搅拌然后出料啊 不间断的 另外一种呢 是整个啊 进了多少 然后搅拌搅拌完了出料啊 那叫我们的间歇式的 比如说那个改清理清要用间歇式的 这里边搅拌设备也是尽量用间歇式的 间歇式呢 它的效率相对低一些 但是呢 呃 总的来说 我们间歇式它配比是非常非常准确 所以说啊 混凝土在搅拌的时候 应该优先选用间歇式的占颜设备 至于其他的啊 我们可以弱化啊 呃 尤其是混凝土道路 本身就是按理题考试的边缘地带 呃 这里边啊 呃 作为它非施工的内容 更是边缘中的边缘 就更需要给它弱化了 好 后面是关于混凝土面板的施工 这个就开始是重点内容了 因为是整个现场的施工嘛 施工第一个 呃 织模啊 对于模板呢 这也是咱们C勾勾1-2008上面的内容 呃 这部分内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C勾勾1-2008当中的模板呢 比如浸泡啊 呃 包括这个呃 模板的厚度啊 支撑的距离啊 呃 整个咱们都作为了解性的内容 考试呢 虽然规范的内容 但是考试考出来的可能性真的是微乎其微的啊 呃 呃 这就是咱们在水泥混凝土道路 有这种木模板 有这种钢模板 但是呢 它后边这段话一定注意啊 是案例题的隐身的知识点 就是模板安装应该符合 这是一个隐身可以考案例 并且是一个通用的点 甚至说啊 它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通用案例题的考点 这里边说 呃 织模前应该核对路面标高啊 啊 面板的分块 帐缝构造物的位置 后边就开始是重点内容了 说模板呢 应该安装稳固顺值平整五扭区 相邻的模板应该连接紧密平顺 不得错位 好 呃 就这几句话 大家要注意 它说的是一个模板安装要求 有人说它为什么是案例的通用的知识点呢 呃 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这里边咱们虽然是在介绍道路 水泥混凝土道路介绍它的模板 但是呢 你想一想 咱们做桥梁 水池 车站啊 所有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是不是都要涉及到一个织模的问题 那织模对于模板的要求 就应该是属于通用的 那么这里边啊 第一是所有织模的这个要求 都应该是什么呢 要求是稳 顺 直 平 对吗 当然了不能有的什么呢 扭曲 错位 好了 那这个是模板的专利吗 其实不是啊 因为这说的是模板安装应该符合 那你说啊 如果是一个路源时的一个安装 雨水壁子的安装 管道的安装 甚至是所有的安装 是不是都符合这个要求 所以说啊 这里边引申出了一个重要的案例题考点 就是施工过程中安装要求通用的考点 安装以后记住啊 你不管是知道或者不知道这个安的是什么 安装一个A 安装一个B 比如说给你一个图 图上画了一个A 问你A的名称 你A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呢 问你这个安装要求的时候 你可得知道 无外乎记住啊 是夸 给它夸的啊 没边了啊 安装的要求 哇好了写啊 应该平稳 直顺 直顺 稳定 牢固 垂直 居中 对称 密贴 什么 所有的安装都往这方面去写 当然一定注意啊 这个安装不是也有另外一个方向吗 比如五扭曲 不得错位 扭曲错位 偏斜 位移 劈裂 啊 弯曲 松动 等等 这些是什么呢 不能有 安什么不能有 什么都不能有 所以你只要记住啊 会夸 会扁啊 这样就够了 这是一个规律 考试当中 有很多的时候 你未必真的是明白 他要让你挨什么 装什么 但是你只要会这样去答题 那么这个分值我们就可以拿到手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 记住叫一夸一扁 或者叫一夸一损 掌握好了这种文字的技巧 实际建造师考试 尤其市政建造师考试 很多考的是文字功底 这些一定是什么呢 注意啊 考试这是一定采分点 当然你得记住啊 应该有是这些 后边扭曲错位偏偏位 一批列是不得有 不能有啊 掌握好 这个是可以说对按理题的提升 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好了 这个模板不一定考试考到 但是这个模板的考点的延伸点 一定会考核到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掌握到位 甚至整个水泥混凝土道路 呃我们应该说掌握它 你就呃可以说整个水泥混凝土道路的这个 案例考点掌握了一半啊 呃 钢筋 呃这钢筋的设置呢 其实在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啊 钢筋考试呢 主要是考材料的一些检查验收啊 这一方向 呃至于教材当中的介绍的这些钢筋 应该说是科普性的介绍 还记得前面我们说材料当中的那个钢筋 就是在整个道路当中的第一部分 介绍的钢筋的知识嘛 比如啊说呃钢筋的什么产品啊 规格呀 型号啊 应该符合设计和现行国家标准规定啊 有什么出场合格证啊 质量证明书啊 啊 并经复试含鉴证取样合格 钢筋不得有秀石列文断上刻痕啊 那一段在我们教材前面有 在我们的教材后边质量章节有 那是真正钢筋的考点代表是材料 至于教材当中的这些内容啊 弱化 为什么呢 本身水泥混凝土道路用到钢筋的其实极少 呃他这里边呃 有这些点真正考试也基本上呃考不太到啊 呃当然了里边也有一些知识点 比如说一次铺住啊 那个宽度小于面层宽度的时候 应设置纵向的施工缝啊 然后纵向施工缝以采用平缝加拉杆形啊 咱们知道那个纵缝啊 整个纵缝要设置拉杆 而我们横缝呢 呃很多要设置传利杆 后边呢是关于摊铺与震动 这里边要注意啊 摊铺震动呃 在真正考试的时候 它并不是我们按理题的点啊 写的挺热闹 但不是我们的菜啊 一定要注意 呃摊铺震动呢 它介绍了几种什么三滚轴机组啊 轨道摊铺机啊 滑沫摊铺啊 实际上你都可以予以弱化 了解一下就可以啊 三滚轴机组摊铺啊 咱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就是一个三滚轴机组啊 三个滚轴在进行摊铺啊 啊你看整个啊 从一个小视频往这边再呃运行 当然了它这个有这个震倒啊 呃碾屏啊等等的 都是一个综合性的机组 但是原理我们绝不去展开 没有太多的必要 呃后边说我们这个支持点啊 采用滑膜摊铺机进行摊铺的时候 呃 考试考过选择 应该是我们的2019年考的选择 这句话呃整个混凝土摊铺度小 应该高频震动低速摊铺 混凝土的摊铺度大 应该低频震动高速摊铺 好 这是关于整个滑膜摊铺机 其实呢 这句话拿出来考试呃 都可以涉及到案例 混凝土摊铺度小 证明混凝土太干啊 太稠 那么你震动的频率要高啊 速度呢 行走的速度呢 要慢 多震一会儿 混凝土摊铺度太大 证明混凝土太稀了 流动应好 这个时候震动的频率不要那么大 哎 行走的速度要高一点 少震动 好 这是本身考过 滑膜摊铺机啊 就是没有模板啊 整个混凝土摊铺度相对而言非常非常小 然后呢 滑着向前走 这种呢 是在整个特殊的啊 公路那边 水泥混凝土道路用的比较多 呃 现在呢 总的来说水泥混凝土道路用的特别特别少了 这种黄泵摊铺机也渐渐的少见了 后边 这是一个相对而言 摊铺震倒 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 呃 就是采用小型机具摊铺混凝土 进行混凝土摊铺啊 胶筑施工的时候 松铺系数一控制在啊 呃 1.1到1.25 呃 摊铺厚度达到混凝土板后的三分之二的时候 应该 拔出我们膜内的钢签 并填孔这个签孔 呃 织膜的时候 你看啊 我们整个织膜 织膜里边用钢签 外边用这个小的斜称 这是我们的膜板 那么在胶筑混凝土的时候啊 这是胶筑到一半啊 然后呢 再胶筑 这已经到了我们的三分之二了 好了 胶筑到三分之二把里边的钢签拔掉 当然了拔掉钢签这个砸钢签的孔啊 混凝土下边混凝土这里边应该给它填实 因为靠混凝土支撑的这里边模板 这就可以了 原来靠钢签支撑 现在靠混凝土支撑 然后再整个胶筑 呃 说这混凝土啊 如果分两次摊铺的时候 上层混凝土摊铺时 必须在下层混凝土出凝前完成 这只要是混凝土分两次进行胶筑 那么呢 都是需要这一个点 这位置不能形成适工缝 所以说即便分两次胶筑 你也下边出凝前 上面就胶筑完毕 将来混凝土在进行震倒的时候啊 才能让它这个不是同时胶筑混凝土 形成一个整体 并且下层厚度 一为总厚度的五分之三 一定注意啊 也就是百分之六十啊 这个下层混凝土是上层混凝土的 就是比上层混凝土多了 百分之二十 不是一半一半啊 下边是总厚度五分之三 就这个支持点是可以进行案例讨核的 好 另外呢 关于整个混凝土摊铺震倒啊 这是支了膜 然后呢 小型的挖机在里边布放这个混凝土 然后这再进行震倒 注意啊 它用的是什么呢 插入式震倒器 一般先用 然后第二步是什么呢 平板振倒器 先是振动混凝土的内部 再振倒混凝土的啊 整个表面 然后呢 振动梁 是整体 一般先种后清 最后还有一个无缝钢管的提江赶江 这是二级 这是二级里边有 我们一级呢 没有这个支点 但是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后边是阶缝啊 阶缝呢 首先 什么地方设置什么缝 在前面其实已经有相应的介绍 嗯 普通混凝土路面 在结构物衔接处 道路交叉和田挖土方变化处 应该设置帐缝啊 这帐缝 另外呢 当一次铺路宽度小于面层 加我们硬路间总宽度的时候 应该设计要求啊 设置纵向的施工缝啊 一般的呢 我们水泥混凝土道路都不会一次交注的特别特别宽 毕竟有一个热胀冷 呃 就是混凝土硬化过程中 有一个体积的收缩 如果你太宽了 那横向也会呃 整个它也收缩 收缩之后也会有缝 所以说呢 往往它是就是有纵缝一块一块交注 当然缝与缝之间按照要求应该设置我们的这个拉杆 好 这就是我们的横向的缝啊 这道路啊 横缝 而我们注意啊 这就是咱们的纵缝 从这里边看 这是纵缝啊 这是我们的横缝 横缝呢 这个位置就设置了传利杆了 而我们的这个纵缝的位置 你看就有这个整个拉杆啊 考试呢 在2020年 我们的二件就涉及到了这种考点了 传利杆和拉杆的 那么传利杆 它的固定安装方法 有这两种 这里边啊 要了解一下 说一种是端头木膜固定传利杆的安装方法 一用于混凝图 这个板呢 不连续交注的时候设置的帐缝 好 呃 这就是我们的传利杆端头模板的 当然了 还有一种呢 就是另一种方法 是支架固定传利杆的安装方法 用于混凝图板连续交注时设置的帐缝 好 呃 因为整个传导力 你比如混凝图在横缝这 横缝这位置如果不设置 那车辆在整个贺载压在这块面板上 那后面的面板就不受力 那这个时候啊 就有可能受力不均匀 这边的前面的面板呢 就会沉降 后边呢 不仅仅沉降 那把有了传利杆 把这个贺载从这块面板 传递到下一块面板上 好了 那这样呢 就是在车辆行驶的时候 尽管你这个水泥混凝图道路 不是连续的 有这些缝 但是它依然可以把这贺载 均匀的传递到前后 这个道路面板上 但是呢 为什么是光源钢筋呢 注意光源钢筋 主要的原因就是将来这个 为什么设置帐缝缩缩 就是因为它混凝土面板有膨胀收缩 那么光源钢筋一端啊 跟混凝土这牢牢的交注啊 成为一个整体 另一端 它就像一个笔的笔帽一样 能够拔出来啊 再塞进去啊 能够达到这种效果 并且啊 现在呢 如果是传利杆 要求端头呢 这还要加一个小的套管 并且在前面呢 有一定的距离 就是将来 你的混凝土面板膨胀收缩 前面呢 它不至于顶到这个混凝土 有很多的是 要求这传利杆的这个 一侧呀 还要涂满了利青 那没涂利青的 就跟混凝土交入在一起 涂满利青这一侧 那跟混凝土就没有形成在一起 好 这就是我们传利杆 看啊 涂满了这种利青的 这种形式 不要把这块搞得特别复杂 基本上考试 也就是像2020年二件一样 问问你 这个传利杆的钢筋的类型 你只要知道 我用的是什么呢 光源钢筋 那拉杆呢 就不是 拉杆用的就是 螺纹钢筋 好 你看啊 这就是我们的拉杆 拉杆呢 一般的是 胶筑混凝土的时候 注意要在胶筑混凝土的时候 哎 顺着模板这 插进去 固定在这 拆了膜 你看 下一次 再准备胶筑混凝土的时候 是不是就给它 两次不同式胶筑的混凝土 连接形成一个整体 这是拉杆的作用 后面是关于这个缝啊 尤其是这种缩缝 帐缝呢 是帐缝板 那么缩缝呢 一般就是切缝机 直接去切 胶筑完混凝土 这要有缩缝 直接切缝机去切 好了 考点来了 不管是我们二件 还是一件 曾经考阿利 都是在这进行过考核 什么呢 切缝 第一个 切多深 如果你有传粒杆 切缝的时候 不应小于面层厚度 三分之一 且不得小于七十毫米 如果不设传粒杆 不应小于面层厚度 四分之一 且不应小于六十毫米 注意啊 如果没有传粒杆的时候 那么你在这个时候 切的就浅一点 切的浅一点 将来混凝土啊 体积各自一收缩 就把你这个切缝的位置 它是一个最薄弱环节 相当于一个诱导缝 然后呢 就把整个混凝土从这 上面是比较齐的 下面不太规则 大概在这位置 拉裂 将来啊 呃 整个 就是温度特别低 就是混凝土收缩 它就拉开 温度高了啊 整个混凝土体积膨胀 它又给往这块一挤压 好了 这是切缝的一个深度 叫有传粒杆 切的深 三七开 没有传粒杆 切的浅 四六开 并且呢 要知道什么时候切 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 当混凝土强度 达到设计强度的 25%到30% 你就要切这缝 切的太晚了 那个混凝土体积就各自已经收缩 体积各自一收缩啊 就已经你在没有切缝的时候 把这个混凝土啊 就拉裂缝已经出现了 所以说你在这个时候切 有人说那我就更早一些 那混凝土还没凝固呢 你看25%到30% 这个强度啊 非常低 这个时候 它就已经产生内阴力了 马上你就要切缝 往往这个水泥混凝土道路呢 如果出题说最后呢 混凝土面板出现了横向不规则裂缝 什么原因 你就记住两个宗旨 一个是切缝 切得太浅了 肯定没有达到啊 这个双控 然后呢 一个切的是我们太晚了 肯定是强度超过30%了 你比如一件好像是45%到50%的时候 它才切缝 一个就切缝太浅 记住啊 两个数值 一般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能够达到 但是六十七十这儿 往往它达不到 这是一个叫双控 我们这个教材上 很多很多的数值都是这种双控值 双控值呢 像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这叫什么呢 这叫动值 而我们的六十毫米 七十毫米 这叫定值 这种点特别多 比如后面我们会看到 关于咱们的隧道开挖 比如两个隧道相向开挖 一般的呢 相距是两倍增跨 且不小于十米时 一端停止捷径 像这个就是双控 这里边也是一样 考试呢 一定要注意这种 教材当中所有这种点 咱们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好 这就是关于切缝啊 至于切缝宽度 不用去管它 主要还是切缝深度 切缝机 说实话 在水泥混凝土道路 切缝深度能够合格的太难 你看一看这个切缝深度能够吗 这一个整个啊 呃这个五尺距 你看才能切多深 太浅了 好 对啊 有传利杆 为什么呃 要切的深一点呢 毕竟传利杆 两边 这个混凝土跟钢筋 它有一定的卧果 呃 虽说一端 土马利青 但是毕竟混凝土跟它卧果 还是比较紧的 你切的太浅了 啊 这个混凝土 它这个钢筋就形成 直接给控制住了 拉不开了 所以说 有传利杆 要切的深一点 但是并不是说 直接切透啊 它只是诱导缝 下边呢 呃 将来 英力都集中在这 就给它拉开了 好 混凝土板养过期满后 这个缝啊 应该给填满 也叫灌缝 为什么要灌缝 你不灌缝 是不是将来这个缝 就有可能 呃 水从这进来了 或者说石子跑到这里边 它是收缩呀 膨胀 得有一定的间隙 你把这间隙填满了 将来面板就几岁了 一个是防止水进来 一个是防止这些 石子啊 杂物进来 所以要灌缝 那么灌缝 前面说了 树脂啊 沥青啊 这类的柔性材料 要进行灌缝 灌缝前呢 也得把它里边 清理的保证干燥洁净 一个知识点 2020年二建考试考到了 这个是要记住 常温施工时跟路面 灌缝要平 但是呢 冬期的时候 稍微要低于 低于这个面板 为什么呢 因为冬天的时候 这缝啊 它是相对大一些 夏天的时候 温度一升高 它会向这中间这挤压 这么一挤压 就会把这个整个里边 沥青膏给挤出来 挤得跟路面平了 如果冬天你就灌平 夏天这么温度一升高 一挤把这个沥青膏挤到外边了 好 这就是整个灌缝 当然了这个灌缝一看啊 也太糊了 这缝呢 一个肯定切的不够 不到位 这灌缝呢 也有点糊弄人 所以说啊 水泥混凝土道路经常会 用一段时间出现问题 与这个切缝的环节呢 有很大关系 后面是养护 混凝土胶筑完成后 应该及时养护 这是属于混凝土养护的 通用的知识 可采取喷洒养护剂 或者保湿覆盖啊 这些方式 养护剂啊 直接喷洒完 它是保证混凝土里边的水 尽量别蒸发出来啊 进行养护 或者保湿呢 保湿养护呢 有很多的办法 比如后边说了 可以采用的什么呢 保湿膜 土工沾 麻袋 草带 草莲 覆盖物 然后呢 撒水保湿 这种方式养护 用个草莲 上面再稍微的撒一点水 保持这个整个湿润 不宜使用围水养护 其实围水养护啊 它是劳民伤财 你比如道路 它是有这个横坡的 你要整个把池水给它泡住 那两边就要堆起了土焰 这样呢 就比较麻烦 效率比较低 第二个呢 围水养护很有可能 在这个缝的位置 张缝板的位置 会怎么呢 水从那直接渗到道路的基层 造成基层软化 这都是围水养护 不建议使用的 好 你看啊 这就是整个 辅料薄膜 或者说草莲啊 直接进行养护 开放交通 开放交通呢 这里边啊 跟我们的2021年教材 还是有一点点的变化 这变化是什么呢 说混凝土达到设计弯拉强度 40% 允许行人通过 在面层混凝土 完全达到设计弯拉强度 且填份完成前 不得开放交通 原来呢 意思跟他一样 但是写法不一样 原来是 混凝土啊 完全达到设计弯拉强度 且填份完成后 方可开放交通 一个是这些事 这个条件达到了 这些事做完了 你可以走 一个说这些事 你没有条件没达到 这事没做完 你不能走 意思一样 但是呢 人家规范是这么说的 这里边也给我们提个醒 有的时候呢 同样的一个点 这些要注意 你要注意教材 它现在越来越忠于规范 所以说很多的内容 同样一个意思 还是尽量按照教材的描述的方式去写 好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这是城镇道路大修维护的技术要点 呃 城镇道路大修维护 这第四节 第五节啊 这个内容呢 尽管说这两年考试 也是有所涉及 但是呢 它毕竟是从总的来说 将近二十来年的考试来说 它是考的分值还是特别特别少 而且呢 基本上就是那几个点啊 也是属于教材原文当中的那几个点 呃 我们不作为被考的重点 呃 乳化沥青 粗细极料 甜料水和添加剂等 按照设计配比 半合成西浆混合料 并我们攀谱到原路面上的薄层 这叫微表处 当然了 你的原路面不是说直接上来啊 有土有水 你上了就铺 肯定是下边也得处理 洗洗爆洗爆 清理干净 保持干燥 然后你再把这个整个混合好了 给它上面来一个表面处理 适用条件啊 注意啊 考试 从考试来说 这种微表处啊 将适用条件 呃 往往还是我们的选择题的考点 这不会是案例题啊 沉沉道路进行大修养护时 原有路面啊 结构能够满足使用要求 注意啊 人家是路面的结构 比如整个道路的基层 没有破坏 原路面强度啊 也得满足要求 结构没问题 强度没问题 路面基本无损坏 经微表处 呃 微表处理后呢 可恢复路面的使用功能 这是一个适用的条件 说你这路啊 都已经整个翻的不像样了啊 整个那大坑啊 车都能炫进去 就开个SUV到这都脱底 那这个时候还微表处吗 啊 这有点难度 对吧 后边微表处理技术啊 应用于城镇道路的维护可单层或双层铺路 作用 好 来了 作用啊 这是考试容易出题的 具有风水 防滑 耐磨 改善路表外观的功能 另外这个呢 也是一个单选题 上面多选题 下面单选题 MS-3啊 这个型的微表处混合料 还具有填补车折的功能 谁具有填补车折 是他啊 当然了 人家也可以写 MS-3型微表处 具有的功能 注意啊 一定要选这个叫填补车折 好了 这是选择题的两个点 好 看下面这个点 微表处理工程施工基本要求 这也就是一个多选题的啊 呃 说 对于原有路面的病害进行处理 啊 爆屏 或者补缝 然后呢 宽度大于5毫米的裂缝呢 进行怪缝 还有局部破损处呢 给它挖补处理 你这道路啊 可能有些局部有问题 但是总体没大问题 那这个局部呢 破损就给它整个挖补 呃 如果深度呢 15到40毫米的这个车折啊 拥包 给它进行喜报处理 好 呃 这个呢 概率都不是特别高 但是呢 可以考这种多选择 好 微表处啊 西江峰层 呃 处理完之后呢 的确啊 看着是没问题 处理前啊 感觉这个道路啊 呃 从感官视觉啊 都不像样了 哎 处理完之后 觉得再用上那个几年 没问题 好 后边是关于旧路加铺 厘清混合料面层的工艺 它跟微表处啊 不完全一样啊 这个旧路加铺 比如说道路 用了一段时间 整个洗爆掉 然后整个加铺 新的厘清混击土 呃 旧的旧的厘清路面 坑洼 应按我们的高层控制 分层摊铺 每层最大厚度 每层最大厚度不宜超过我们100毫米 其实呢 不光是这坑洼部分 补这个厘清 每层不能超过100 咱们就正常的厘清混击土摊铺 前面已经说过 它也是不能超过100毫米 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 2019年案例还考到这了 呃 后面是关于啊 加铺我们的厘清面层的技术要点 这个是2017年案例 当时考到的 这个基底处理要求 注意啊 呃 真正的基底处理要求 其实呢 就是两种方法 当年给考过了啊 一个是 呃 开挖式基底处理 换田基底的这些材料 第二个非开挖处理的 那怎么办呢 就是筑浆填充脱空部位的空洞 呃 咱们总结一下啊 其实就是这个点 由于这个点 虽然呃 是 具备考案例 毕竟2017年刚刚考过 这也就不再展开了啊 反正是那个 能够简单的 直接换田 如果是面上没问题 下边空了 那你就 脱空部位呢 给它进行筑浆 一个是换田 一个是筑浆 其实也很简单 那什么地方换田呢 你上面板都碎了啊 裂了碎了 什么地方筑浆呢 下边空 但是上面板没问题 那是不是给它筑浆啊 这是加铺立清钱 对于基底的这个处理要求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五小节 路面改造的施工技术 这路面改造施工技术 其实呃 从考试而言啊 没有什么太多的点 但是呢 呃 咱们要注意啊 一个是就是在加铺立清混凝土前 其实不光是他说的水泥混凝土道路 加铺立清混凝土 也包括啊 立清混凝土道路 它上面加铺立清的面层 都是注意这个点 什么呢 就是在铺的立清混凝土加铺前 你对应位置那个检查井的高层 应该给它进行调整 这检查井的位置啊 一定要给它进行调整 你比如说 原来不管是立清混凝土路面 还是水泥混凝土路面 检查井 那个顶面 井盖 是不是跟我们鲜矿路是平的 现在我要加铺 加铺之前 你肯定要先洗爆 洗爆也就是一公分 然后呢 你要往上铺这个立清呢 有可能不可能铺一公分 也待不住 铺两公分 三公分 四公分 基本上三到四公分吧 好了 那铺这个四公分的立清 那等于你洗爆下去 一公分 是不是涨起三公分 结果呢 你就要把这个检查井井口 提升到最终的这个路面的高度 先把这个检查井进行提升 好 第二个呢 就是在加铺前 可以采用 可以采用撒布 我们沥清 粘层油 进行摊铺 这个 还有土工之物 柔性材料方法 对旧路进行处理 咱们一定注意啊 撒这个 粘层油 铺土工之物 这也是对于我们整个道路 尤其是下面这个道路啊 有这些裂缝 包括水泥混凝土 本身就有这些缝 旧的立清混凝土有裂缝 必须应该采取的 那么土工之物 其实在前面 我们道路的基层的时候 我们介绍过啊 这是防裂缝了 好了 关于我们道路当中的内容呢 后面两个小节 虽然近两年考试也有涉及 但是总体而言 在道路最后的这两节 考后期再考案例的概率 不是特别特别高 只是我们提及的这几个点 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呢 也可以把这部分内容 除了我们介绍的这个点 给它予以弱化 好 关于道路面层的内容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咱们下节课再见